我们下面讲一下这个盆腔急液 是我们做B超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女性在做B超的时候呢 发现盘底少量的液体 通常小于2到3厘米深的这个急液呢 我们通常认为它是生理的现象 因为正常的人呢就有一定的腹腔急液 那么这个急液由于受到重力的影响 它往往存留在直肠窝 我们叫倒格拉斯腔 那么这个量只要不大的话 它就是正常的 不是病理性的 这是第一个 还有一个生理性的急液呢 就是比如有月经期 会有少量的经血 经过输卵管的逆流流向盆腔 这个呢也是生理的 还有排卵期呢 卵泡液的流出啊 引起这个盆腔的少量的急液 所以说一般如果盆底出现液性暗躯 不超过两三厘米的深度 基本都是正常的 那么对于生理性的急液 我们是无需治疗的 如果我们鉴别不了 它一定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密切的观察 比如每两三个月啊 做一次B超来密切的观察一下 这是生理性的急液 对于病理性的急液呢 我们就要对阴来治疗了 比如盆腔炎引起的急液 如果它是慢性的盆腔炎引起的急液 量也不多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治疗 就是抗生素的治疗 加上中药的治疗 可以慢慢的得到改善 盆腔的急液也会慢慢的吸收 那么如果急液比较多 比如包裹性急液 盆腔出现包块了 我们都不能鉴别它是良性恶性的了 或者呢 由于盆腔炎症的形成 粘连的形成 急液的形成 造成了不孕症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往往需要手术去治疗它 还有内膜异味 子宫内膜异味 那么少量的盆腔急液呢 我们不一定需要去治疗 如果量多或者是内膜异味 引起了不孕 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去进行治疗 那么还有盆腔结合的急液 这个呢 是要抗结合治疗的 还有这个肿瘤引起的急液 这个就需要我们进行去鉴别它 那个有没有怀疑肿瘤 我们可以通过医生的内诊 肿瘤标记物的检测 B超的检测 CT的检测 来综合性的分析 它是是不是恶性的 或者它是哪一类的肿瘤 然后呢 根据不同的情况 进行具体的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正的检测